哇 歡迎兩位酷妹 你們每次一出現呢 其實我覺得除了這個有話題之外 還有就是大家會看你們的造型 覺得你們真的是太美了 而且每次做造型路線都不一樣 你現在走酷路線嗎 什麼叫酷路線 就滿酷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那我一直不都是嗎 一直有時候還這個就是皮皮掛掛的 有點像那個天師啊仙女的感覺 對不對 今天這個劉佳玲 我又算錯了 想說劉佳玲來啊 那我們就要那個啊 好 想這樣 嚴正已在 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你每次典禮出現啊 或者是這個名表的代言啊 都會有這樣 稍微這邊低一點 下面開高一點 沒有 最重要是把手錶錄出來 對對對 好 那你今天接受訪問 就一路一直這樣好了好不好 其實這個看到兩位好姐妹 一起這個上節目呢 這個好像感覺會滿開心的嘛 因為其實兩位已經無話不談 但這次目的不一樣 王菲是為了英雄的主題曲 對 今天下午也開了記者會 謝謝 你還是話不多喔 不是啊 因為 對啊 因為 能說的都說了 不能說的就不能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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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說的也不能說 所以我剛剛跟佳玲在講 我說你們這兩個啊 就是氣死人喔 就賺錢好容易喔 他比較容易 你也不困難 對不對 他出現啊 就是身材很好 人家保持得很好 然後呢 再出來就這樣 對啊 謝謝 然後拍照 再親眼我說 灰灰衣袖不帶走 一片雲彩 再帶好多錢回香港 回家回家了 然後王菲也是在記者會上的 今天就有好幾個問題 問他就 啊 對 這個 你剛剛問什麼啊 我忘記了 我想的太認真了 想了想了就想忘了 他問 想問什麼 是不是兩個私底下 會比較聊天 但是其實在訪問的時候 比較不說謊 我不太認真了 我向來不是一個很多話的人 我們私底下其實 也很少說聊很多天 會聊 但是也不是說 對 我不是個很愛講話的人 那你們這種就是怎麼講呢 感覺好像不用語言交流感情 是不是 就是一個眼神啊 一個動作啊 兩個人就是 沒有 就陪我出來做作也好啊 就是常常兩個 一起出來做作也好 他有想他的事情 我想我的事情 那你們兩個也很 特別啊 就說來 出來吧 好 然後就在桌子的這裡 對面 然後就各想各 想完了嗎 那回去吧 都這樣子啊 不常見 但有時候會這樣啊 不過其實真的要看 這兩位出了這個美麗啊 然後這個也是很多 不管是男士心目中的這個女神 或是女生心目中的一些這個女性代表人物 那當然其實也各自經歷過不同的事情 所以呢 其實你知道嗎 我覺得在訪問你們的過程當中 或跟你們聊天的人 或跟你們接觸的人 我覺得多多少小有一點敬畏的感覺 或者是有一點怕怕的感覺 加林會不會覺得 就是有時候記者要問問題的時候會有點怕 我覺得他們沒什麼好怕的啊 嗯 什麼都問 什麼都寫啊 黃飛呢覺得 我有這種感覺 對不對 嗯 尤其今天記者會 你有這個感覺吧 嗯 今天記者會還好 但是我 我 我會有這種感覺 不光是記者 或者就是 新認識的朋友啊 或者 反正都會覺得我好像比較 比較難以接近吧 我心裡會有一些 膽怯 對 因為有時候你們兩個不笑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就是說 下一步可能就是 爪子就會伸出來 把人家壓在地上 那種威嚴的感覺 有那麼可怕嗎 對啊 沒那麼可怕 我想我沒怕那麼 那個 嚴肅 我比較 我比較好一點 因為黃飛其實今天沒看到 我後來聽記者說 大家就是在後面幾排啊 互相用手肘這樣 你問了 你問了 我叫你問了 你問 就會有一個被推出來說 那請問 然後就自己流了一頭冷汗這樣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我想這個 在接觸兩位的過程當中 或許媒體可能有一些 是因為職責的關係 你不會怪他們吧 問了一些問題 我不會 不會嗎 我不會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街機的情形 電影英雄又一波宣傳 中文主題時主唱王菲所晚來台 大批媒體在機場迎接這位 一年多為來台公開亮相的天后 穿著墨綠色夾克搭配紫色的五分褲 王菲以下飛機又顯得精神奕奕 在入關處主動將墨鏡拿下接受檢查 而不久前有媒體會聲會引爆到 她重新將與謝霆峰護送的定情物 戴上的戒指或是手環 也並未在她的手上出現 一向直來直往的王菲出關後 在記者詢問一年多未來台的感覺 以及與謝霆峰附和之事 她也直接的回應 一年多沒有來也不算很久吧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感覺 我不回答這些問題 謝謝謝謝 雖然被問到不想答的事 但是在王菲的臉上仍然掛著笑容 並不如外界傳聞一般容易動怒 還是有天后的風範 小周圍的中心里面婚禮晚兒採訪報導 好的兩位呢 這個佳麟是這個下午上的小燕有約 跟小燕姐聊聊了 那這個王菲呢 這個節目是不是很可怕 這個節目 不是小燕有約 還沒什麼 沒有 沒有嗎 不可怕 你還有什麼可怕的你 你現在說我們在節目還是小燕姐 小燕姐那個 你為什麼會聽說很可怕 因為我有看過 嗯 怎麼可怕吧 就是 就是 就是她用一種很 很 溫和的方式 為什麼 為什麼 小燕姐剛剛是不是還在公司 有問題 你覺得可怕的是說 可能心事會不知不覺 一直說 對 那你會很怕上這樣類型的節目 我會啊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說 不想說 那像她這樣都不說 不會悶壞了嗎 是 還是你可以幫她 丟掉一些不愉快的心家裡呢 其實 最近還是自己 我覺得 朋友只是 聽你講話 問題還是得要你自己去解決的 好 下一段就帶你看看那個很可怕的節目 好嗎 馬上回來 好的 今天王菲跟劉佳麟在現場 剛剛那個很可怕的節目主持人也來探班啦 就是我們的小燕姐 不過其實王菲是說 因為這個話不喜歡 就是 你可能很多事情想 自己消化掉就好了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對我就是不太 喜歡 喜歡說太多自己的東西 對 那是進行的問題 比較內向吧 比較內向 那佳麟上完有很可怕的感覺 你也不是第一次上了嗎 我不是第一次 我第二次上 會覺得可怕 還好 因為我自己跟自己說 該講的就講嘛 不想說的就不說嘛 不想說就不說 可以直接講嘛 所以其實我想這個媒體記者 在這個訪問的過程當中 大家會互相拱 你問你問你問 然後那個跳出來問的人呢 那可能比如說 如果說今天這受訪者心情不好 就說 那他就被大家笑 然後可是其他人又得到答案 那所以記者有的也很悶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問 我覺得其實因為 因為我自己是主持人 有時候也受訪 我覺得說其實記者是可以問 但我們也可以 偶爾選擇性答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看呢 這個佳麟上 小燕有約 我們來歡迎劉佳麟 一年不見 劉佳麟再度來到小燕有約 與小燕姐一起加長 不愧是小燕姐 單刀直入就談到 劉佳麟去年的裸照風波 在這件事當中我覺得 呃 我也看到了這個世界上 原來還是很有正義感的 正義還是會壓到邪惡的 邪惡的 對 然後我也看到很多 呃 朋友的支持 對我的關心 我覺得呃 我做人還是挺 挺成功的 哈哈哈哈 對 談到親密愛人梁朝偉的支持 有佳麟說 碰到這個男人是他一生最大的福氣 在這件事上面 我跟他一起長 度過很多很難過的時候 很難過的日子 嗯 因為呃 在我個人來說 嗯 別人怎麼樣看我 其實根本無所謂 啊 當然我有所謂 我是工作人物 但是你身邊的人 的看法是很重要的 除了一路扶植的男友 有情的力量也給了劉佳麟很多的支持 對 其實在這件事上 嗯 清俠教了 呃 四句話給我 嗯 然後她說 她自己也在學 她說 遇到 在人生當中 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呢 你要去 接受她 然後面對她 然後解決她 然後放下她 我 我聽得很感動的 嗯 然後這幾句話 對我來說是 很管用的 我覺得 嗯 想回答就回答 不想回答 就跟小燕姐說 不想回答 小燕姐 比較熟 會感覺 自在舒服一點 因為對著一個陌生人 要講 專訪的話 我覺得 挺奇怪的 所以其實像這個 剛剛佳玲講到這個 林青霞 曾經跟你講過這一段 我有時候覺得 其實前輩給我們一些建議 會讓我們比較 好過一些事情 嗯 對不對 所以她其實跟妳講 因為其實畢竟前輩 在演藝圈 什麼沒看過呢 我常常是想說 是不是我們這個 這個年代 狗仔隊比較多 或是這個 錯誤的報導比較多 所以我們比較苦 後來我發現也不是 我看到羅大佑自己 簽了一本書 她也跟記者比戰 說這個人把他亂寫 寫爛了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原來我發現 這個環境裡面 其實人之間的是非 本來就蠻多的 嗯 所以現在對妳來說 會不會其實經過 一些風風雨雨之後 妳也沒什麼過不去 有沒有 有啊 還會有啊 還是有嗎 我覺得每天都會發生一些 事情是妳 妳想不到的 嗯 所以 每天吸一間每天學 每天 繼續生活下去 可是想問一下 妳們風度為什麼那麼好 我覺得妳們常常就是 很優雅 然後不想打也沒關係 然後頂多一個微笑帶過去 好像都沒有看過妳們 比如說在 呃 媒體或是公共場合 或者是公開的場合 有點生氣啊 或是什麼 難道要吵架嗎 就可能也有這種情況喔 我覺得 不想解釋 嗯 然後 也 拒絕 弄清楚妳們在搞什麼 嗯 就算了 反正就放下她 忘掉她 對不對 那我可以問一下 佳琳跟王菲 妳們兩個對彼此之間喔 最主要的那個 支持力量是什麼 比如說妳覺得什麼時候 佳琳會給妳最大的安慰 或者是 給妳什麼樣的安慰 什麼樣的支持 嗯 嗯 我覺得我們兩個屬於是 親子去教導 嗯 就是 不是說 整幾年在一起 嗯 也不會且 嗯 經常地談心事 嗯 嗯 但是 我想都是 互相都是心裡關心對方 嗯 對 就是 怎麼講就是偶爾這個 打一通電話這樣 也不會聊太長 對 會發個訊息 那王菲是不講話的人 他 對妳來說 這個朋友的位置是 我很欣賞他 嗯 我也很尊重他 嗯 喜歡他 欸妳們兩個真的 我覺得妳們兩個 很像英雄裡面的人 兩個人有沒有 台詞又很少 然後講話 死 就一起死 有沒有 就有兩個有這樣互相扶持的感覺 那當然其實這個 我 我記得很多年前了啦 有一次我有看過你們兩個小女孩的樣子 嗯 其實她是一個小女孩 嗯 對 妳覺得王菲是個小女孩 對 尤其在平常的時候 因為她很多童真 就是小孩子一面 所以她比較幼稚是嗎 不是 比較偏真 對 妳可以 跟大家看到的 酷的那個樣子吧 因為是 兩個人 哇 但是我也不是說在 就是我之前進了就是 跟熟人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很放得開 很放鬆 整個人很放鬆 那 對啊 比如說 像一些 工作的環境 或陌生的環境 我就會 其實我是因為 我覺得我緊張 嗯 我不是什麼酷 或者什麼 所以就反而不說了 但是我那次看到的是 嘉玲比較像小女孩 是嗎 哪一次啊 對 寬姐家 那一次 然後妳不是叫 一直叫她打電話給一個人嗎 蛤 什麼啊 哪一次啊 我們先看新聞 我問她們能不能講 再講好不好 我們先看王菲的記者會 我會說有沒有 就會很形容 漂亮 這句話似乎成了一年多 沒有來到台灣的王菲口頭禪 終於為了英雄獻身的她 昨天就說 其實自己和電影沒啥關係 在記者會上什麼樣的問題 答案也似乎都是否定句 妳自己本身是武俠妮嗎 我不是 妳不是 我不喜歡看武俠妮 不是妮 我跟張妳某指碰過一次妮 而且跟這部戲沒關係 就是 幾年前把在北京一個分店門口 就偶然碰到這樣 關於這樣的一個預測 預期妳自己 有沒有什麼 預期的行為 我沒有 我完全沒想過 妳會不會想 不會 我很害怕 我沒想過太好 我覺得 會很緊張吧 在那種場合唱歌 然後 而且 其實 會想一想都會覺得很害怕 如果是妳這個 當初在這個選場的時候 有機會的話 那妳覺得妳會想演哪一位 我哪一位都不想演 為什麼 我不會演呢 我覺得 這種戲不適合我演 妳每次都一直說 我不會演戲 別讓我演戲 可是就一步一步一步 戲都出來了 而且也不會演過 戲很少啊 那在詮釋英雄這首歌的時候 妳覺得 妳自己詮釋的心情 是比較接近張男女的 還是張姿怡的 我的天啊 在這樣的情況下 各種怪問題都出籠了 嗯 顏色都沒有 我都解不太清楚了 其實 好像是紅色的那一段是 嗯 就是 然後我怎麼貼什麼 英雄跟一個平凡人都很喜歡妳 妳會怎麼選的 那妳就在愛情這條路上 妳有沒有覺得 有所謂的愛情英雄 有這樣子的 愛情英雄啊 什麼愛情英雄啊 嗯 問她電影公司 欸 哈哈哈哈 張斯好不好 張斯好不好 張斯 好不好了 張斯 還還好吧 嗯 有的時候挺好玩的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想問的問題 只是沒人敢直接開口問 所以拐彎抹角的招數全都使出來了 嗯 像我講一樣都希望有吧 嗯 其實人是這樣 你轟轟轟過了 你可能就希望會平淡一些雨 那其實目前為止吧 欸這兩種方式有嘗試過 謝謝 謝謝 這妳誰開的頭啊 我不行妳一直想問 謝謝 我們隔兩屁再問 好 好 我們聽香港的媒體說 她跟謝忻風吹 這樣可以問 我可以問妳 最近心情如何嗎 心情不錯 心情不錯 嗯 嗯 嗯 就是妳自己一個人讀的佛經 或是自己一直反思 就想說那我想通了 的快樂 還是說 反正我心情不錯啦 啊 恭喜恭喜 謝謝 亞洲魚的中心玩國會以採訪報導 黃飛我現在終於結論出來了 我看了我自己都累 妳看了自己都累嗎 為什麼 蛤 對啊 是一個問題問題 我覺得很好笑 你知道為什麼我現在終於找出結論了 為什麼常常會問到就是說 因為大家都不敢問嘛 然後就問 比如說妳之前妳記不記得好多人 有一個記者問妳說 那妳喜歡吃什麼 妳就說 胡椒蝦麻辣鍋 那真的來吃了嗎 吃了 那妳吃了幾隻 因為她的話不多 然後大家又不敢問 明感問題 然後就只好去問一些其他的問題 問了以後又想說 那既然妳答了我就再追著問吧 那就鋼絲 她說我不想演 我想不要問我了 那我說為什麼不想 不是辛苦啊 那邊吊鋼絲 她說吊鋼絲妳不喜歡嗎 妳以前吊過 吊鋼絲還不錯啊 有時候就討論變成塑膠加幾隻 跟鋼絲好不好玩 對 所以妳可能多說點 別讓大家害怕嗎 我 大家千萬別害 不要覺得害怕 只不過是我的方式 就可能跟其他的藝人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這個性格問題 但是有問題 儘管問我 我就是回答不回答我自己來決定 我是蠻想問兩位一個問題 因為我昨天聽到嘉玲講一句話 我覺得講得非常好 因為這個可能 我想記者當然是會關心 不管是男藝人女明星的感情生活 所以他們就問說 哎呀那妳的終身大事啊 因為比如說網路還有票選 說到底妳們哪一年要結婚 就一直問妳 那嘉玲回答得很好說 我覺得終身大事不是只有結婚 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女人的成長歷程不一樣 而且每一個年紀想的事情也不一樣 因為十幾歲的時候想的事可能就談戀愛了 二幾歲可能想這個怎麼賺錢了 到現在這個階段 你們覺得女人活到比如說像我們現在這個階段 是不是什麼都蠻能夠這個就是揮灑自如 然後活得很自在很自信很成功 應該比較清楚自己想追求些什麼東西 然後也知道哪一種生活是比較適合自己的方法 比較可以找到一個方法讓自己開心一點 好過一點 也懂得分配自己的時間啦 對 或體力啦 然後知道怎麼去掐那個樂趣啦 有時候這個辛苦怎麼消化對不對 對喔 那王菲覺得呢 截至目前為止 你覺得身為一個女人你做的成功嗎 活得還快樂嗎 還 還 還不上很成功還算可以吧 滿足 滿足 那像剛剛佳玲說 像我們大概都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你覺得呢 自己有沒有 我 對啊 我很矛盾 有的時候好像很清楚 但有的時候又好像 不太清楚 所以我可能還沒到他那個境界 所以這個其實是 有時候就還是會有那種小女孩少女的心啊 有時候少父的心啊 有時候又很彷徨的心啊 會想很多事情 不過兩位的這個03年的這個年度工作計畫 有沒有這個比如說新片啊 新唱片啊 新電影啊 我沒有計畫的 我好像第一次工作以來都沒有什麼計畫 都是工作來了 然後喜歡的工作就接下來 然後把它做好看 沒有什麼硬性規定一定要怎麼拍 沒有沒有沒有 那王菲 其實我 除了就是 每年一定要出一張唱片之外 其他的工作都是很 隨意的 好像這個03年是一定會出一張專輯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2046也回去再拍了是不是 復工 先說是 先說是 這是真的 我真的很想到現場去看一次王家衛導演 是怎麼拍戲 因為所有的導演 所有的演員啊 好像都很迷惘 說是不是要回去 可能吧 拍什麼不知道 你這個在片場不會急嗎 就想說 你到底要怎麼樣 不會急嗎 會啊 你會 我會啊 對不對 然後怎麼辦呢 我不會啊 你不會你就等 因為我 我 我沒有我 我不是說 停了我所有的工作等他拍這一部戲 因為我還繼續做我的東西 那他要要7的話 那我有日期就去拍了 沒有日期那沒辦法 不是有時候你會 因為去了泰國待了10天 然後 也不告訴你什麼時候拍 也沒有劇本 每天 什麼時候開工 哎呀不知道 每天就是 游泳池旁邊 游泳池旁邊 曬的我的曬湖 我們兩個 沒有人給通告我們 那你會急到底什麼時候開工啊 幾點的通告沒有人知道 每天就算要游泳要購物 也提心吊膽 所以會不會下一分鐘就打電話叫我們回去 那倒不會 可是我今天幾天挺舒服的啊 放假啊 但是你是去拍戲 你不是去度假的 那心情就 被勾得七上八下了 這點你跟梁朝偉就不太一樣對不對 梁朝偉是不是就好像完全就是在片場這樣 一直很宿命很耐心的等待這樣 我想他也會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拍 拍些什麼東西出來 不過 可能他更奇怪王家衛吧 因為合作多了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好像梁朝偉私底下個性 因為張藝謀導演有講 他說他就那個憂鬱的樣 他不拍戲也那麼憂鬱 就好像都不講話慢慢的 那這樣的個性 不會啊 他有很小孩子的一面啊 所以你 你就是個大姐頭 你的朋友也是小孩子 然後男朋友也是小孩子 好 那今天謝謝呢 這個小熊班跟白兔班的兩位 來到我們的這個亞洲的這個中心 那我想兩位呢 其實這個 一個一切順心囉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你很奇怪 我跟你講 今天我在房間看到你 他就這樣 你好 桃子 然後就坐在我對面 我就 蛤 我就覺得等一下 你是跟我打招呼對不對 對啊 可是他是那種 桃子 然後我就會這樣 很像那種 老師 什麼事 老師 剛剛有 他臉打到屋中很酷 好 希望兩位呢 這個永遠健康美麗 然後喜也非常的順心 謝謝 謝謝你們來 謝謝 別忘了他是這個英雄主題 英雄好看 好像一段有這個經濟的進攻嗎